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显示图片 这一节课我们讲一下 怎么更改图片的显示 我们还是从GPT开说 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就是讲 更改图片的显示 也就是说 在已经显示的图片基础上 做一些改动让它换成其他的图片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目标 我们今天首先要了解一下 这个样式表 这个样式表对于GPT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那么我们 了解这个样式表之后 要兑现我之前吹的一个 纽容说这个Label空间可以显示图片 所以我们今天要复习一下Label 空间然后掌握使用Label 显示图片的方法 然后呢 了解一下这个图片的三种显示方式 最后呢 我们掌握这个更改显示图片的这个方法 好 我们 来看一下 这个使用Label显示图片 这个可以进行一下推广 不光是这个标签按钮的话 也可以放一个图片在上面 这个对于PiQG来说都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它这个样式表来实现 那么这个使用Label显示图片呢 很简单 你加一个Label 然后呢更改样式表 把这个资源添加进去 好 那我们 实际操作一下看看 还是打开 这个样式表呢 是PiQG里面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那么很多操作都可以通过更改这个样式表来实现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这个样式表 就是自己的代码的话 就是通过代码实现的话可能比较麻烦一些 有新的版本了 这个新的版本大家暂时不要更新 这个6.0.10 它的那个 API跟这个 我们现在用这个版本不太兼容 所以先不要更新 打开最近的工程 好 我们先 把这个吹过的牛 先给大家实现了 上一节课 我们显示这个图片是用这个 Graphic View 就是这个专门显示图片 这个我们现在拖一个Label 拖完之后把它拖大一点 这个太小了 不适合显示图片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先添加几个图片吧 嗯 不重复给Magic View做些广告了 My Picture 这个 我们打开 然后我从网上下了几张这个 蓝牙榜的这个剧照 把它添加进来 然后OK 好的 那么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到了 但是这个路径呢 有点赞疼 先不管它了 然后添加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老样子 在这个Label上呢 右键 然后选择改样式表 谈出来的窗口 这里边添加资源 那么Border Image 然后就找到这个Desktop里面这个 图片 我编好了号 因为Mens是01嘛 我这边就是234编下来的 然后确定 好 这个图片有点变形 我们再拖一下 拖大一点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哈 这个 现在在在这个设计基本里面 这个图片已经显示出来了 也证明我没有吹牛哈 像这里边有个text label 这个不是很好看 我们把这个文字给它删掉 不让它来捣乱 这个text删掉 好 那这样你就已经看不来 这是个什么空间了 这就是一幅图片 我们再回到这个 界面里边把这个编译一下 好 成功 然后这个资源文件呢 也要编译一下 千万别忘了哈 成功 嗯 could not find file 这个 我错 这是 报道也挺奇怪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行不行 打开错了 不好意思 好 先把这把放大 大家看得清晰一点 然后运行 好 这里边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呢 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嗯 我们上一节课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走过去了 我在桌面放的这几个文件呢 他找不到 找不到怎么办呢 我把这几个文件扔到 扔到我们的这个工程目录下去 放到根目录下 pyzone pyqt mytest 好 就这样放过来 然后回到这边 重新编辑一下这个资源 找不到的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好 然后再添加进来 按住shift键一起选三个 然后再ok 那这边肯定刚才你也用的那个位置 在桌面肯定不见了 我就把它改一下 好 把原来这个样式表给删掉 然后再添加 ok 第一张 好的 那么 保存 回来再编辑 随便编完 这个文件再编一遍 好 这一次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家伙有没有正常显示 好 哎呀 这次终于显示成功了 那么这里也跟大家起个醒啊 我之前的那个键的时候呢 最好是把这个工程相关的这些 素材文件 图片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放在这个工程下面 放在这个下面之后呢 跟这个代码放一块 这样的路径也比较统一 比较好找 不然我工程文件在这儿 那个图片放到桌面上 过两天我一不小心 把桌面文件删了 那就拜拜了 好的 这个是已经显示完成了 我们也从这个界面看到了 这个显示跟上面的这个 标准的这个 图片显示这个空间 也没有什么区别 同样的 那跟上一节课一样 我们也可以同样给他 添加一个鼠标点击事件 来实现这个点击之后 跳到某一个网页 或者跳到这个来往 这个在线观看的这个地点都可以 这里我就不重复这个操作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项讲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项 介绍一下这个图片显示的 这个三种方式 我昨天说了这个背景图片 伸缩图片 圆尺寸显示 那么这里呢实际上 这里不是圆尺寸显示 这里得改一下 圆比例显示 就是它尺寸是会根据这个 空间的大小方向变化的 但是呢它的比例是不变的 就是纵横比 就长款比 伸缩图片呢 就是你的空间撑的多长 我这图片跟着就有多长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方式的不同 就拿这个柔令吧 改样式表 把这个删了 我们以这种背景图片的方式来添加图片 点击去定 好 我们看到哈 这个图片呢 显示的已经不完全了 因为它图片本身的大小 大于我们这个label所拖的这个框 所以呢它是按照原图片的大小来显示的 那就能显示多少就显示多少 如果我们把这框拖小呢 它也不会跟着变小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是按照原图的那个方式去显示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background的 就是背景图片 那么看一下第二种 就是我们上面用的这种伸缩的这种方式 我们还是一样的 改变这个样式表 然后把它删掉 border image就是会伸缩的这种 好我们点决定 好我们发现这个图片整个都塞进来了 塞的满满的 然后我们拖的时候图片也会跟着动 那么这个border image就是这种特点 然后它会 图片根据这个平铺在里面 并且会伸缩 那么细心的同学可能会知道 上一节课我讲的时候 这里犯了一个小错误 我把这个背景图片和这个 里面这种方式讲反了 刚好讲的不对 所以这里跟大家来纠正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三种方式 里面还是这张图 好我们发现这张图呢 没有铺满整个界面 没有铺满整个界面 但是它的那个长宽笔 是跟圆图一样的 那我们拖这个label的时候 它也会跟着变 但是它变化的时候呢 长宽笔还是维持 它原来这个图片的样子 不会铺满整个屏幕 也不会被我们切割掉 所以这就是里面的这种显示方式 那么我们一般呢 用这种就是全平铺的这种 这种呢你可以随意的压扁 然后拉长 再怎么拖都行 反正就是任你蹂躏吧 好的 那么这个图片显示的这三种方式 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应该不难理解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样更改这个图片显示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四幅图片 我们就来把这四幅图片 按个的都试一下吧 还是老办法 加一个这个push button 写个名字再换图 然后这边设计过程就结束了 我们就回到这个eric4下面 回到eric4下面 把这个窗体先编译完 然后把我们刚才加那个按钮 让他继续发射信号 回到这里 重新加载 然后万年不变的处理这个 新厂长的这个信号怎么不见了 没有追加过来 这个麻烦是在这 上一节课 因为我们我们把这个 另外一个类放了进来 所以他追加的时候追加到了上一个类里面 这个自动追加还真是有点傻 好的把这个异常语句去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怎么把这个 原来默认显示的这个Math学院 换成这个 换成这个蓝牙榜的这个局照 首先呢我们看pbt里面 我们要获得这个资源所在的路径 那么这个资源所在的路径呢 有一种方式就是这样看 然后这就是资源所在的路径 在root下面有个mypicture 然后这里面有个0.gpg 那么这样看呢还不是很直观 所以我们看这个sheet style 不是叫style sheet 就是样式表 这里面是完整的这个资源路径 这个资源路径就是这样的URL 统一资源定位服务 URL可不只是这个网页用 这里面也会用 然后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 从我们的这个UI文件里面 因为它最终会显示了这个图片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步骤是设置这个图片 好的在这里 self graphics view set style sheet 就是设置样式表 然后这边是我们这个图片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初始化的时候 然后如果我们想更改图片呢 那很简单 我们就照着它这个方式 把这一句复制下来 看不见放大点 把这一句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我们这个 按钮的障碍树里面 连找都不用找了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把这个fromutf8删掉散了 因为我们一般存放资源的这个路径呢 不会是中文的 所以就不要这个 再去用把它转化成utf8的格式 那这个是默认的这个图片 如果我们想更改呢 在这里 在这里 02 03 04 我们把它改成02 看一下 然后 就用这种伸缩的图片 好的 那我们现在点击 换图 OK 再换成这种了 跟这个是一样的 点了一下之后呢 跳到了这个man词院的这个主页里面 这是我们上一阶段实现的功能 我们就不看了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们实现的这个换图的这个功能 好 那么如果大家想每次换的图都不一样呢 就可以在这里边用一个循环 把这个 呃 我资源文件里边这个所有的图片都便利一遍 这样就可以实现 每次按一下就变一个图片 如果你这些手动改呢也没问题 手动改的话也不会有问题 啊 如果便利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这个名字可能要改一下 因为这种名字的不方便便利 我说读的多不会骗你们的 啊 我们这种便利的方式呢 002 0304 这样 因为中间缺了个1 所以你便利的时候可能会少一个少掉一个1 嗯 用放学环的话可能会少掉一个1 所以在做的时候把这个名字改成一样的 就0123 这样的话 嗯 一个放学环就便利下来了 好的 那么 今天这个更改图片显示 啊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啊 然后呢 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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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使用这个radio button 建立三个选项 每个选项对应显示一个图片 点击这个radio button之后呢 首先就随时变化 嗯 非常简单啊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